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访问了韩国 我们拭目以待 那朝鲜兵在那已经都交火了 你当初老尹怎么说的呀 那边你一旦确实啊 他要大多大 那我们就给乌克兰多少东西 那现在这国防部长上门来了 老尹接见了 接见了结果以后呢 都是特别令人满意了 都见了啊 这个客气是都非常的客气 也对韩国之前对乌克兰的支持表达感谢啊 这个情报的分享 各方面的分享这都没问题 之前呢给了很多的非战略物资 防毒面具 防弹背心 也占口粮啊 给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那这次人家要炮弹来了 你给不给啊 嗯 现在没给啊 韩国的防空系统 世界上也是有名的 炮弹防空系统 这本来都说的差不多了 但是川普突然当选 给整个现在的行动带来了不确定性 老尹有点不敢 这点含糊 他得听美国的 美国让不让我给啊 这事你现在找川普联系 你也联系不上 且轮不到你呢 所以说这件事呢 情报分享 各方面以前那个都没问题 应该说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然后呢 就在这两天 韩国盖勒普突然呢 也发布了一个民调 这样的话呢 也给老尹找到了一点说辞 这个说辞是什么呢 这个民调非常令人意外的显示 高达82%的韩国人反对 向乌克兰提供真正的军事援助 就致命性武器 所以说这次啊 这个老尹这儿有点含糊 他这个韩国的特殊的国家地位 这个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吧